来看一下张德权的介绍 表演节目 当时不甘消息 因为我一几年的时候来过北京 谁骗过 我希望我沙巴里 从我各路渠道 把来部组所有的电话都打了一遍 甚至把他颠到我同学的电话打了一遍 确保 那节目的真实行 喂 你好 你是梁云威士 有话好好说节目图吗 我是张德权 确定让我去参加梁云威士 一句话好好说整个教练了 最近几天 我鼓起黑大人勇气 结果我们跳到十一句话 不抛弃 不放弃 抛货 做优移的事 优移的事就好好演习 为大家带来快乐 希望大家喜欢我 能渴望 支持我 不抛弃 不放弃 加油 谢谢大家 非常存浦的一个德州小伙子 很朴实 喜欢宝强是吧 对对对 见过他吗 没有 希望少爷合适的机会带你见你 我觉得他对你这个人生当中这个目标影响大吗 挺大的 对我很有吉利 你说得非常好 你现在干什么工作呢 我也敢厨师 也是厨师 也是敢厨师 在北京啊 在山东啊 在安洛乡 安洛乡 山东德州 刚才那两只鸡就是你自个做的 那家庭特产 也希望郭德哥老师 穿和上安洛乡 做客 你放心 我一定得去 这还非常好 那个我喜欢你 不许戴着烧鸡非常好 主要喜欢烧鸡 今天带来什么节目了 就是叫 除非考朋友 除非考朋友 对 行业无价 好 极了 今天要准备这个歌是吗 对 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走出家门口 闯荡在外头 风风雨雨已经有了好几个春秋 把梦想追求 先让游泳盘透 只想有一天我能够把城更拥有 想家的时候 也接受要求 先从找不到一个回家的理由 无处的时候 也想我回头 每当那个时候 我总能够 先到朋友加油 在家靠五湖 出门靠网友 风雨土上一起走 本来有个仇 在家靠五湖 出门靠网友 虽然不经常见面 你都先挂在心口 在家靠五湖 出门靠网友 朋友就是大了 永远越球越伤口 在家靠五湖 出门靠网友 不玩天南河海 为你我都是靠网友 这歌唱得不少遍了吧 估计 你现在别处演过吗 演过 是吗 好 来 问一下我们的专家老师 何老师 我觉得还是真基础的一个业余的爱好者 很明显的你的拍子还是不是很熟 然后手里的重拍和自己想表达的不能够一致 你的这种状态 这种决心我觉得很好 但是实际要从专业的角度演唱 我觉得节奏是最基本的 一定你要熟读 在心里烂熟于心 对那种音乐节奏的那种感受 才能唱得更好 谢谢何老师 谢谢 石先生 他的歌声和他的人一样那么朴实 我给你提一点建议 唱歌的时候 最大的忌讳就是手打拍子 乐队老师知道 乐队他忌讳是脚打拍子 唱歌是忌讳这个手打拍子 所以这都是属于犯忌讳的 所以你下次再演唱的时候 把这个毛病一定要去掉 谢谢老师 以后用眼睛打拍子 来 南老师 小伙子 这个得道有先后 树叶有专攻 王宝强式的传奇很难复制 所以呢 我相信你不会成为王宝强 但是你又可能成为一个 优秀的卤菜的厨师 所以我觉得 演员这个行当不好干 你还年轻 闯到北京来 你的小片当中说 你要表演给别人带来欢乐 其实我觉得你要是能把菜做好了 同样也能带来欢乐 这是给你的建议 老先生常说 三分能耐 六分运气 一分贵人扶持 王宝强是个非常好的演员 但是像他这样的 反正三两百年之内 不可能再有人复制 这不可能 他可能四五十个条件凑在一起 一个机缘巧合 才出一个王宝强 不要往绝路上逼自己 就这么简单 好吗 稍微休息一下 看好你 谢谢大家